Hello大家好,我是莫兰,这个频道是专门分享家庭种植的,今天说的是双氧水在菜园花园里令人不可思议的十大用途。 双氧水是一种无色无味的透明液体,是很好的医用和家用消毒剂,我们可以在药房和一些其他商店很方便的买到。 双氧水化学分子式为氢二氧二,它会在分解过程中释放出氧气。 不知你有没有注意过,每次下雨之后,花园里植物的叶子都会变得更绿,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雨水里面还有少量双氧水。 正是这种随时发生在身边的自然现象显示,双氧水可以用在园艺方面,而且使用安全,不会对土壤和植物带来问题。 很多年以前,在欧洲,农场主们就开始使用双氧水,来做植物杀菌剂和特殊肥料了。 我们通常在菜园,花园里使用的双氧水浓度为3%和6%。 双氧水在菜园里第一个很重要的用途是治疗根腐病。 过度浇水会导致植物根部缺氧,开始窒息。 一些病原体会导致植物根腐病,植物就会变得很脆弱,逐渐失去生命力。 尤其是那些种植在容器里的植物,最容易出现根部问题,比如西红柿和土豆等。 当您发现根腐病的时候,需要想办法补充氧气。 用3%的双氧水,兑水20倍,把这样的溶液直接浇在植物根部土壤里。 双氧水很快分解,释放出氧气。 这些氧气直接被输送到植物根部,之后暂停浇水,一直等到植物周围最上面5厘米左右的土壤完全干燥,再正常浇水就可以了。 您的植物就会慢慢被治愈。 第二种用途,促进种子萌发。 播种的时候,为什么总会有一些种子不能发芽? 这是因为种子本身有可能携带病原体。 这些病原体在种子发芽过程中,会把幼苗杀死。 还有一些种子的种皮比较坚硬,不容易吸收水分。 您可以使用双氧水来帮助种子更快地发芽。 双氧水可以软化种子的外壳,它的氧化能力可以杀死任何病原体。 这样就提高了种子的发芽率。 还有,植物种子发芽的时候需要更多的氧气。 双氧水分解释放出的氧气,就可以让种子发芽过程更顺利了。 用来浸泡种子的双氧水溶液配置方法,3%的双氧水加4倍的清水。 把种子浸泡在这样的溶液里,大概4小时左右。 浸泡过双氧水溶液的种子更容易发芽,而且幼苗长得更健壮。 第三种用途,用作杀虫剂。 我们一直在尝试各种防治害虫的方法。 双氧水具有强氧化性,可以杀灭鹅类等有害害虫的卵及幼虫。 还可以安全地杀灭许多菜园里常见的害虫,比如蚂蚁、牙虫、蜘蛛蟆、白粉狮等。 害虫爆发的时候,可以使用3%的双氧水加入4倍的水。 放进喷雾瓶,直接喷洒在叶子或土壤上。 双氧水可以安全地清理害虫,不过要注意,尽量不要把溶液喷洒在植物幼苗和老苗上面。 要控制生活在土壤里面的害虫。 你可以使用3%的双氧水,加上同等分量的清水,直接浇在土壤里。 不要接触植物的任何部位,这样可以消灭土壤里的害虫。 第四种用途,消灭真菌等。 双氧水的强氧化性可以非常有效地杀灭真菌。 在发生白粉病、黑斑病、灰霉病、绣病和其他真菌感染的植物上, 使用吸食过的双氧水溶液不会对植物组织产生副作用。 控制真菌,我们通常使用3%的双氧水,按照1比20的比例兑水。 放进喷雾瓶就可以使用了。 这一片西葫芦的叶子上面有白霜, 我就拿双氧水溶液来喷洒,进行局部治疗。 不用担心会有化学残留,双氧水只能在植物叶片上停留几个小时。 双氧水在阳光照射下发生氧化反应, 清除叶子上的真菌之后就消失了。 不会像醋或者小苏打那样停留在叶片上, 用改变菜叶表面PH值的方法来控制病菌。 这种抗真菌的双氧水溶液还可以用在修剪的时候, 这样就可以保护植物免受细菌感染。 双氧水的第五种用途,拯救濒临死亡的植物。 应用双氧水分解释放氧气的概念, 我们可以帮助比较脆弱的植物恢复生机。 我家这一颗小果蜜猴桃上个月发生了严重的伤流, 损失了很多水分和营养, 有些叶子都有点蔫了, 我就拿双氧水溶液来急救。 我在一生清水里加入了3茶匙3%的双氧水, 用这样的溶液给植物浇水之后, 等到上面5厘米左右的表层土壤完全干燥了, 再给植物浇水。 您可以一直使用这样的溶液来浇水, 直到它开始恢复正常生长。 第六种用途,让土壤更透气。 非常稀的双氧水可以作为一种特殊肥料来使用。 双氧水比水多一个氧原子, 会释放出氧气, 可以帮助植物根系更好的呼吸。 植物就可以更有效地吸收土壤中的营养了。 稀释双氧水的方法是, 四升清水加入一汤匙3%的双氧水, 您可以偶尔使用这个方法来给根系增加氧气。 第七种用途,让水培植物更健壮。 水培是不使用土壤来种植植物的方法, 是用水作为溶剂和载体来给植物供应营养的。 水培植物的主要问题是根腐病, 使用双氧水可以安全可靠地解决这些问题, 因为双氧水能完全分解为水和氧气, 充足的氧气让水培植物的根部保持健康和活力。 第八种用途, 消毒任何种植容器。 为了提高发芽率, 育苗盘不能含有病原体。 如果您想重复使用以前用过的种植容器, 可以直接用3%或者6%的双氧水来消毒种子育苗盘, 小花盘等。 您还可以用双氧水对育苗土进行消毒, 更好地促进种子发芽。 第九种用途, 消毒原液工具。 为了保护植物不被病原体感染, 在扦插和修剪植物之前, 应该消毒所有的工具, 可以用棉花沾6%的双氧水溶液来擦拭刀具, 或者把刀具放在双氧水中浸泡几分钟。 这个过程可以完全消除工具上的铁锈、 针菌、细菌和包子等, 可以有效提高扦插、嫁接的成活率。 双氧水的第十种用途是做除草剂。 双氧水作为除草剂, 最适用于墙角和砖缝里的杂草。 10%或更高浓度的双氧水, 可以完全破坏它接触到的所有植物。 需要谨慎使用, 可以在晚上或清晨用双氧水溶液直接喷洒在杂草上, 效果非常好。 需要注意的是, 高浓度双氧水不能喷洒在其他植物上, 而且喷洒杂草之后, 一定要用清水冲洗双手。 双氧水可以帮助土壤里的有机物尽快分解, 并且直接给植物的根部提供大量氧气, 但是它会同时杀死好的和坏的微生物, 健康平衡的微生物环境才是我们想要的, 所以只有在必要的时候, 我们才会使用双氧水。 好了,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, 咱们下周二下午5点再见。